好 弟兄姐妹感谢主 又是每一个日子 都是要认定 就是美好的日子 为什么 弟兄姐妹 因为耶和华是我的依靠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 我的帮助从造天造地的 耶和华而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 当我们昨天说到 这个福音的诗者 弟兄姐妹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接待那些接待 我们要学习接待 那些侍奉神的人 弟兄姐妹接待接待 你就会看见 那些福音诗者 所有的祝福 就会临到你的身上 有一个姐妹 就是这样子去服侍 服侍一个先知 她就是苏念的妇人 弟兄姐妹她就 她样样都好 她非常的富有富足 她也有很好的家庭 但是就没有生孩子 弟兄姐妹她就一直接待 先知伊丽莎 后来伊丽莎就问她说 你有什么需要 我可以为你祷告 弟兄姐妹 这个苏念妇人也不求什么 但是弟兄姐妹 后来她的 先知的仆人 吉安西说 她少一个东西 就少一个孩子 那她就为她祷告 弟兄姐妹 苏念的妇人 就生出了 原来生不出的孩子 弟兄姐妹 就是这么奇妙 不是只有那个时候 你知道 以前在台北林良堂 有一对夫妇也是这样 这个姐妹 也是到了四十岁 她们也很爱主 但是就是没有孩子 没有孩子 她们一直希望生孩子 那这个姐妹的兄弟 是妇产各医生 那当然就想尽办法 受尽了各样的折磨 还是生不出来 但是弟兄姐妹 有一个机会 她们的区目 问她说 你能不能接待 从国外来的 这个宣教士 能够在你家里 住几个月 她说好 她就这样接待她 但是弟兄姐妹 后来这个宣教士走了 你知道这个 不能怀孕的就怀孕了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主接待我们的 就是接待主 为什么 福音使者 福音使者在神的面前 是多么的尊荣 多么的尊荣 我们来看十七节 好不好 第十章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 那七十个人 欢欢喜喜的回来说 主啊 以你的名 就是国也服了我们 耶稣对他们说 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 像闪电一样 我已经给你们全并 可以践踏蛇鹤蝎子 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然而不要因鬼 服了你们就欢喜 要依你的名 记录在天上欢喜 弟兄姐妹 我们的名字 记录在天上 这是太美好的事情 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他这个人们记载说 因为主耶稣的名 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那门徒真是太兴奋了 是不是 在圣经里面说到 他们欢欢喜喜的回来 欢欢喜喜的回来 因为什么 连鬼也服了他们 那上一章 我们弟兄姐妹 你如果记得 他们曾经赶鬼 怎么赶都赶不出去 那你知道 这是很 让他们泄气的事情 是不是 我奉耶稣的名 怎么样 他就是不出去 我就不出去 你也怎么样 他们就拿他们 拿那个鬼没有办法 但是弟兄姐妹 这一次完全不同了 是不是 完全不同了 弟兄姐妹 他们竟然把鬼赶出去了 而鬼就真的出去 这是他们充满的权柄 那个鬼没有办法 不愿意也得出去 那真是不可思议 那这件事 主要门徒学什么呢 要我们学什么呢 其实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耶稣的名 跟我讲一次 耶稣的名 门徒以前赶不出去 其实现在一样赶不出去 那弟兄姐妹 为什么这次能够赶出去 鬼扶了 鬼不得不出去 不是因为门徒 乃是因为耶稣的名 跟我讲一次 耶稣的名 费利比书二章十节到十一节 说到 耶稣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 无论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 无不口称耶稣是主 那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耶稣是世上最尊贵的名 最荣耀的名 最宝贵的名 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 他说我把我的名赐给你们 赐给你们 你们可以奉我的名 他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 求什么 现在你奉我的名 求就可以得着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 因为我们是有耶稣的名的人 耶稣的名就代表 耶稣自己的灵在 那从前不能的 现在你就可以了 从前做不到的 现在你可以做到 从前忘不了的 现在可以忘记 从前饶恕不了的 现在可以饶恕 弟兄姐妹 真的耶稣的名 太宝贵 有一个弟兄 他做见证 他说他一辈子 这个就是被烟捆绑 他怎样都没有办法 这个戒掉烟 直到耶稣向他显现 耶稣只对他说一句话 他的烟就戒掉 所以弟兄姐妹看见 耶稣的名何等的伟大 在生命更新里面 我们也看见 好几个弟兄姐妹的见证 一个姐妹说 这耶稣的名 就进到他的里面 结果他人生 最伤痛的事情就出去 就借着眼泪 这好像就流出去 就流出去 好像一辈子抓着他的事情 弟兄姐妹 他就从那一天 他就得到完全的释放 有一个弟兄也做见证 他这次要受洗 他说主向他说一句话 给他做一个梦 那他整个人就完全的改变 他说很稀奇的事 他还有一点疑惑 这个梦到底是耶稣来的 还是从哪里来的 弟兄姐妹后来他看见 他能够跟他的父亲 本来一直有很大的问题 现在他说 这竟然在一个 很不可思议的情况之下 他跟他的父亲就和好 弟兄姐妹 这一切都是什么 就是因为耶稣基督 弟兄姐妹 我们怎么可以在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活在耶稣至高这名里面 以至于我们可以带着 耶稣的权柄和能力 打败仇顶 弟兄姐妹很重要的 耶稣的名代表耶稣的灵带 所以你需要跟耶稣保持非常好的关系 那耶稣说离开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所以弟兄姐妹 耶稣的名不是拿来念咒的 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 有记载一段很有意思的事 有一个大祭司的七个儿子 这个大祭司的名字也写下来 叫做斯基瓦 斯基瓦也叫七个儿子 他们看见保罗这么有能力 奉耶稣的名赶鬼 他们就把耶稣的名也放在他们的口中 他们就去赶鬼 他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 吩咐热令你们出来 那结果那鬼就对他说 他说保罗我认识 他说耶稣我也认识 但是你们是谁 那个鬼不但没有被赶出去 那个鬼就去狂心大作 就抓他们 把这七个大祭司的孩子赶走 这个很好 很有意思的一段 弟兄姐妹 不是耶稣的名 不是念咒的 你跟耶稣的名字 有多多 跟耶稣跟你的关系有多少 你才能够使用耶稣的名字 所以弟兄姐妹 平日就要跟主建立关系 每一天你读圣经 有个弟兄说 这个牧师我没有什么灵受 我没有什么灵受 没有关系 你反正 你就是跟耶稣建立好的关系 你知道你要跟一个人建立 你要结交一个好朋友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常常跟他在一起 花时间 花时间跟他在一起 你就会才可能成为好朋友 耶稣说你亲近我 我就亲近你 是不是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们不要有事情才来祷告 没有事情 拜拜 跟耶稣就保持距离 好像要保持距离 一侧安全 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我们 每一天把耶稣带进 你的生活的里面 有事没有事 就到耶稣的面前 弟兄姐妹 我记得有一个姐妹 她常常 她说她因为眼睛不好 所以她做的工作 又常常一直要看着 那个电脑的荧幕 她就怎么办 她说过半个小时 她就把荧幕关掉 然后她就把眼睛闭起来 她说眼睛闭起来 然后她就做一个 很简单的祷告 她说耶稣 我又来了 我又来了 她就这样子 回到主的面前 弟兄姐妹 后来她就说 刚刚开始没有什么感受 可是她说慢慢慢慢 她说你看我一天 七八次都要这样做 这个一天七八次 十几次 我就这样子说 主耶稣我又来了 她说太奇妙 她说有一次 当我说主啊 我又来的时候 她就发现 有一个很奇妙的爱 好像就临近她 好像一个能力 就充满在她的里面 她说我眼泪就下来 她说我几乎 我要狂笑 可是在办公室里面不行 所以她就赶快跑出去 人家以为她要去上厕所 她就说 她说太奇妙 耶稣的灵在 她说太奇妙 弟兄姐妹 感谢主 就是这样操练 操练 我的老师说 与主亲信是 像练内功 练内功 那你要常常在操练 与主的同在 那第二件信就是 要做主 所要你去做的事情 弟兄姐妹 你顺服主 你就看见主的 主的同在 主的灵在 主的能力跟权柄 就会在你的身上 所以弟兄姐妹 在教会学习侍奉 要学习追求 学习带导 传福音 关心人的灵魂 弟兄姐妹 耶稣亦许我们 我们这样做 祂就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马可福音十六章 就讲到 这个门徒就出去 奉耶稣的名传道 那圣经告诉我们说 主就与他们同在 并且用什么 用什么来证实 他们所传的福音呢 用神迹 祈示 证实他们所传的福音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昨日 今日一直到永远 都是没有改变的 耶稣的名 依然是宇宙当中 最大的名 无论看得见的 看不见的世界 耶稣仍然掌权着 这一切 因为耶稣的名 是超乎万民至上的名 我要宣告 主要祝福你 祂要照着运行 在你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你所求 你所想的 上帝赐福给你 与你同在 阿们